Hello,大家好,我是小卡 今天是我们介绍超市的第二期 今天介绍的是我的工作 打工的地方,Costco Costco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而且因为我在Costco打工 然后我们经常也就是去Costco买东西 所以Costco其实也不用多介绍了 就是北美很大的连锁超市什么都有 相对来说呢,东西会很便宜 但是呢,包装就会比较大 我原来呢,是在regular的Costco工作 我现在transfer到business center了 两个是完全不太相同的店 我自己嘛,还是比较喜欢regular的Costco 因为卖的东西会比较多 东西样子呢,也比较全 像水杯啊,然后家具用品啊 各种各样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介绍之余呢 也会买了一些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买了什么 那就从我现在面前的先介绍吧 这个是Costco卖的 太自的洗衣球 里面差不多是有468个 这个正在打折,24块9毛9 平时呢,家里面洗衣服的话 就是两个或者一个洗衣球 放在洗衣机里面 洗得特别干净 所以呢,我们就买了一个 这个太自分了好多种类啊 大家具体分成什么样 得要自己去查一下 因为我也不是很懂 反正用大折弄用就好了 这个是我们买的一个洗衣球 之后呢,我们买了三双鞋 就是Costco嘛,差不多什么都有 衣服啊,鞋子啊,几乎啥都有 但是呢,它那个卖的衣服啊鞋子 也会根据季节变换去调整 不同的鞋子卖出来 差不多飞乐应该是属于Costco 每年夏天必卖的一个鞋 前几年的话 那个飞乐的小白鞋特别火 在Costco几乎是抢过一抠 后来那小白鞋就没有了 就换成了运动鞋 但价格还是便宜的了 所以我们就买了三双鞋 但是呢,飞乐是其中一个 然后看见了有卖Puma的 Puma的鞋好像Costco不经常卖 但是Puma的内衣啊内裤啊 它的运动文胸啊 我都买过,感觉特别好 Puma的运动文胸是我感觉 比维密的还要好的一个牌子 我特别喜欢 而且它还经常打折甩货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去Costco 也可以看看Puma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鞋子 买了两双Puma的鞋 Puma的鞋是我一直经常穿的 它的鞋呢,我感觉是又便宜又舒服 像我之前买Puma的鞋呢 都是在奥莱电 差不多二三十块钱就能买一双 然后穿的也挺久的 正好Costco进了Puma的鞋 我感觉这两双鞋都特别好看 我买了一双白色的 这个白色的鞋就是感觉前面设计有点像是前几年飞乐卖的那双鞋 但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后面 后面呢,它有Puma的logo 然后呢,还有紫色、粉色、黄色的条纹在后面 我感觉是在小白鞋上面稍稍有点设计 小白鞋嘛,每个牌子都有 Puma和飞乐算是比较便宜的 然后黑色的嘛,就是很普通 这个是有义无义选的 黑色没有什么太特殊 就是一个黑色加上一个白鞋 旁边呢,带了几个小 应该算是银色的条纹 我感觉黑色没有白色的好看 但是黑色的精脏 也不怕长白色的鞋 你差不多只要有点灰了之后特别明显 这两双鞋现在在打折 便宜10块钱,原价是38.99 现价是28.99 感觉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嗯,然后就是Costco 经常会上货的飞乐的运动鞋 就像我刚才说 飞乐前几年吧 都是那种小白鞋 后来小白鞋不卖了之后呢 就改成卖了运动鞋 飞乐的鞋整体来说挺便宜的 然后飞乐的鞋呢 现在在甩货 是19块9毛7 之前在视频里面好像也介绍过 Costco甩货的东西 比如说它那个价标上面带星号的 是属于这个货卖完了就完事了 属于作用货了 然后如果是97的东西呢 就是属于这个店卖剩的东西 店长决定要甩货 97的东西不属于正常打折 所以呢,每个Costco不同 所以打折的力度也不一样 所以97的东西的话 你要多去不同的店去看 这双鞋就是97的 也就是说店长决定要甩货了 之后呢,就是吃的东西 我们家是属于蜂蜜凝黄水的忠实拥护者 就之前有151有介绍过我们用柠檬做的冰块 因为我们家每天早晨都是属于 必喝柠檬蜂蜜水 最开始呢就是干喝蜂蜜 后来加上柠檬了之后 发现柠檬的酸味可以综合蜂蜜的甜味会更好喝 之后呢,我们就一直都会用柠檬做冰块去 配那个柠檬蜂蜜水 但是因为一直都没有去Costco 所以一直都没有柠檬 弄到家里面的蜂蜜水 喝的都比较少了 因为感觉干喝蜂蜜有点太甜了 所以我们又去买了Costco的柠檬 感觉Costco的柠檬稍稍有一点点涨价了 变成8块9毛9了 好像之前卖的更便宜 哎呀,就是因为疫情之后 感觉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 柠檬也跟着涨 是5磅的柠檬 就是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有义无义 怎么做柠檬块的呢 可以去前面的视频翻一下 因为有义无义有教大家 怎么去做柠檬块 这个就是我们买的柠檬 刚才说疫情开始了之后呢 所有东西都涨价了 但是啊,感觉坚果除外 坚果反而价格变得便宜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开心果平时吧 都特别特别贵 因为也不经常打折 但是今天去Costco发现呢 开心果便宜了 开心果变成18块9毛9了 之前都是20多块钱的开心果 居然变成10多块钱了 从2开头变成1开头了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开心果 加拿大的坚果嘛 由你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我唯一只都买的一个坚果 这是1.36千克的 还买了几个也是属于甩货的东西 大家也看到我了 就是闲着没事买买买 但是主要是吧 不是我想买买买 是因为折扣力度太大了 控制不住啊 促进消费的办法 就是不断的搞出销 你看你一种便宜的东西 你不感觉你亏了 你买吧又花钱 就是属于利用消费者的这个心理 造成了我们不停的买买买 所以我买的东西呢 一般都是属于打折的 这几样东西呢 也是属于Costco甩货的 不一定在别的Costco能看见啊 因为这个也是属于97的店长甩货 买了两个浴巾 这个浴巾是百分之百纯棉的 纯白的浴巾 感觉呢那都没有多少了 我们就拿换了两条 这个浴巾是4.97 还是属于甩货的东西啊 白色的浴巾嘛 就是有点不斤斩 但是呢百分之百纯棉的东西呢 估计应该也不错 而且吸水性应该挺好的 最主要的就是价格便宜 你换5块钱能买个啥浴巾呢 纯棉的浴巾相当不错 价格便宜啊 之后我们还买了两个脚垫 这个脚垫9块97 它还是挺大的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们买这个吧 是因为就是门口一进门那块吧 脚垫都有点旧了 也不是很好看了 所以呢我们就打算买一个新的 去把那个旧的给替换下来 正好今天赶巧Costco大枝 就买了一个 感觉质量还挺不错的 冷冠起来凶软和的 主要是放在门口嘛 也没有什么 就金盏够用就行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 之后还买了一个 这个看这个形状哈 有点像仿羊皮垫 Costco冬天的时候 会有卖那种纯羊毛的羊皮垫 那个的话价格就比较贵 大家可以趁打折的时候去看一看 反正我们家买了好多 铺在沙发上面特别暖和 这个嘛形状是一样的 但是完全完全就是两个东西 这个真的是反的 但是摸起来也挺软和的 买这个垫吧也是因为它打折 12块9毛7 然后我是打算把它放在卫生间里边 卫生间马桶前面呢 可以放一个垫 这样的话你平时洗完脑啊 或者上厕所的时候 踩着也挺软和的 也不至于很冷 而且手感特别好 踩上了之后估计也挺好的 那边嘛就是普通有点像仿羊皮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打折而且形状也挺好看的 所以买一个铺在卫生间里面 挺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跟Costco买的所有东西 就是我们做超市这个系列呢 也是想让大家看看加拿大都有什么样的超市 然后我们每次介绍完超市了之后呢 也会相当硬的跟那个超市里面买一些东西 也是希望给大家介绍介绍加拿大的生活 也是很高兴啊 就是因为上次做了Super Store的视频了之后 大家说我也看见了 我也去Super Store买东西了 然后谢谢小卡 这样的话会让我做视频很开心 然后也是一个动力 大家都是互相share信息嘛 如果我看见什么便宜的东西了之后 我也希望通过视频的方式去告诉别人 然后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买到便宜货 不是呼吁大家跟我一起花钱啊 但是有好事一定要大家一起分享吧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视频了 希望大家喜欢 也希望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之后 做其他的超市系列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